主料,绿豆150克,主料,白砂糖100克,植物油3毫升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浸泡过夜的绿豆,煮制豆瓣开裂备用,将煮好的豆子放在沥水栏里,下面做一个碗接豆沙,加入适量水用擀面杖不断面压即可,制制蓝色里面的豆子都剩下豆皮,现在往里边的是豆沙和水。 仅至沉淀20分钟,倒出上面的水,将剩下的豆沙放入锅中,加入牛和糖炒干集成豆沙馅,烹饪技巧,糖的量可根据个人口味调整2,豆沙馅的系绸一般没有特别规定,自己觉得OK就可以了3,加油的好处是不易烧不糊锅,对成品质量没有影响4,在第二步洗沙的时候,可能会有一些豆子总是压不辣, 因为那是成年的豆子,不管你怎么煮都是压不出沙的,比较好的利用是收集起来煮绿豆,或是红豆粥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